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 8月8号晚上10点多 民警赶到萧山瓜地 皇宫楼村一处河道边 姑娘李某 男友和男友的家人站在一起 民警上前询问情况的时候 一身酒气的李某 嗓门有点大 姐姐不是我爸你 你听没来的吗 不是你爸的警察 当然不是我啦 我老娘会死掉的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走过来 走过来 眼看李某走下台阶 跳进河里 民警汪正芳来不及多想 也跟着跳进河里 一把抓住李某的脚往回拽 把人拉到了岸边 随后几个人一起把李某抬到了岸上 因为他这个在靠稍微按里面一点 然后我跳下去以后 正好能够到他的脚 够到他的脚以后 就直接顺着他的脚 直接把他拉上来按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李某情绪如此激动 经过民警初步调查 李某和男友戴某 租住在皇宫楼村一处平房里 当天晚上 他们请南方的亲戚和公友 在家里吃饭 结果情侣俩大吵一架 男友把饭桌都掀掉了 还推丧起来 亲友们担心出事就报了警 说话的时候嘛 好像就说了不好听的话 然后这个他就要动手 动手呢 然后就把我的手机抢过去 我说我姐说你拿他的手机干什么 他就扭着我的手啊 什么要开打的那种感觉 他的妹妹说 他们光 他一个人可能喝了七八瓶 啤酒 然后酒喝多了以后呢 李某可能有点靠近那个 他的几个工友 然后靠近他们以后呢 然后代母可能发生了 对是的 吃出了以后呢 开始就是摔桌上的锅碗瓢盆 然后李某们就开始摔酒瓶子 代母就因为生气就离开了 事后民警先把李某送到医院行酒 凌晨三点再带回派出所做笔录 对于李某的行为 民警进行了口头警告和批评教育 希望他和男友能正确处理好两个人之间的事 优伯和黄剑记者报道